是什麽东西呢? 大家觉得啊? 大学,如果没有这个大石头的话,基本上它很难做其他东西 正面一点的是,它是正面的 挑战... 你不要说了 是,这个大石头一定要有 不论它是面对挑战啊,面对一些挫折啊 这个大石头一定要有的 大家觉得是什麽? 诶,我听到了 是,如果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的话 一定要培养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自信心 是,什麽是自信呢? 大家觉得什麽是自信呢? 自信是它有很多层面啊 所以如果在一台训练里面,我们要培养的孩子就是 他有自信的去欣赏自己的优点 这个第一个我们要帮助孩子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帮助孩子是常常有的 有积极的态度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 必要时的时候愿意接受性的挑战 尤其在他十多岁以后到他二十多岁的期间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让他去看到自己更多的优点 让他看到自己的一些更多的情 这里有个老鹰跟鸭子的故事 有只老鹰 他有一天啊 他在高中悲响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有个小鸭在池塘里面流水 这老鹰当时都很羡慕这小鸭 他觉得 哇!这小鸭被游泳灭 哇!真的很羡慕他 如果我都可以这样的话 该不好 但是我不忍 因为我的那个羽毛 被水弄湿的话 我很难再起飞嘛 所以每天都在看着小鸭在挖手的时候 每天都很羡慕他 然后这时的小鸭 也看到老鹰在空中飞翔嘛 然后他也在想 哇!有一天我可以飞的话 多好啊! 每天都会飞到高高 看得很远 每天都会水干住 一棒嘛 然后我也是鸟腻啊 我也是有翅膀啊 为什么我不能飞呢? 所以每天他就在自己去 埋怨他其他的老鹰在内下 其实他们 只要把那个态度转不转的话 他们看到什么? 希望 他们看到的是他自己的优点 因为他们两个都看到别人的优点 自己的缺点 每天就在这个缺点里面打回来 每天都是他朋友 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别人好 别人想好 反而是触略了自己的优点 老鹰的优点是什么? 飞翔飞到很高 小鸭的优点就是可以在此乱里面 只要我们找到自己的优点 放大 我们的缺点 会不见了吗? 会 答案是 不会吧 每个人 天生都有自己的一些弱点 一些缺点 人才是完美的 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但是我们要多的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这是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期间 我们要学心的 我们要去欣赏自己的优点 把我们的优点放大 越大越好 然后你过得才开心 然后因为缺点缺点的话 它还是有的 只是我们会 跟我们每天在访我们的优点 我们的缺点的话 你想象你过得怎样? 不开心的 因为这些弱点 不是你自己看到自己 是人家提醒你的 这些弱点 是人家的一些期望来的 虽然我也承认我有自己的弱点 但是我知道我的优点是什么 我只要把我的优点做得越来越好的话 我的弱点 会慢慢慢慢的减少 它不会不有 它会还是有人性 都有自己的一个 不 讲讲 黑暗面的 然后 自信的层面 如果是一个指标的话 如果自信它在中间的话 有加有减 如果自信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说它是什么 如果自信多一点的话 可以说什么 嗯? 自信多多的话 就叫老孩呢? 再多一点呢? 资富 资富 再多一点呢? 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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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无人 还是怎样嘛 然后 少一点呢? 它会怎样? 资富 athi富 再少一点呢? 别 authority 哎哟 唉呦 唉呦 再少一点呢? 流洋 如果自信它已经去到这边的话 他会怎样? 在哪里找到这些人? 自信 如果去到这边的话,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精神经验 他已经over到,已经活在他自己的一个生活里面 已经叫我皇上,在这边里面 如果,在这边呢? 事情在这边呢? 他已经开始变成植物人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他的人生 就躲在一角,就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生活 在开训练里面,我要帮助小孩子的是 如果他是在自边的话,我们要把他拉过来 如果他是在自边的话,我要把他拉过来 我们要有的是一个谦虚的一个态度 只有谦虚的态度,他展现的是一个自信 我们每个人都有,就算你们,你们都有 我们如果在自己一个熟悉的一个环境里面 做一个我会做的东西 你的自信是over到盘 over 如果你是讲,我是accounter 我在这里做了30年 哇! 你要想想,你讲话的态度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你讲,我在一看这个account statement 我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因为这个就是你自信的一个展现 是好事来的 然后,我们要帮助大家在自信over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提醒自己 这个自信会不会喝到别人 有时我们不知道的 有时我们在overconfidence说了一些话 有时会伤到别人的自尊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敏锐度 去把我们的自信 拉来比较,再比较和衡量 就在中间就好了 然后,如果要培养孩子的自信的话 大家可以做这个 就是,针对这个舒适圈的部分 什么叫舒适圈? conversion 相信大家都了解了 每个人都有 就是在自己舒服的圈子里面 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然后有一天 有个任务交给你 它是舒适圈以外的 一般上,孩子会怎样? 一般上? 会比较抗拒 有些朋友呢,他有自信呢 他会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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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之前有做过的 任何的一项项目 我尝试一下 当他去尝试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就证明他的舒适圈 慢慢扩大了 他看到更多自己的一些 潜能跟可能性 这是很重要的 当这个面对挑战的时候 他有一般上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 他会继续下去 另外一个选择 他会退回来 退回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哎呀,我怎么不能的啦 哎呀,不能的啦 你反正试过了就好了嘛 所以这时父母的是 要给更多的鼓励 因为我们很多的机会 就是在我们舒适圈以外的 一个场合了 在青少年的期间 我们要给他的更多舒适圈以外的 比方说 鼓励他参加一些科外活动啊 认识一些更多的人啊 掌握不同的一些技巧 学习不同的一些技能 这个是他们去 鼓励他们去做 鼓励他们去做 是 然后接下来自信之后 我们来看看一些学生 这个是苏靖文 他是在 现在在昆城读中 读 初中山 他是在2012年年终奖起来上科的 就是前年 然后去年他回来当学长 当时改训练给他的 就是在信心这部分 因为他觉得他在表达的时候 会比较害怕 然后反而改训练的 这个课程里面 给他更多的信心 来表达自己想法 甚至到后来 他说老师叫他们做 presentation的时候 以前他是躲在一角的 然后现在他有更多的资讯 来做这个展现 这是来帮助 我们在课程里面 帮助进门的一个突破 这些字啊 是青少年写给我们的 我们有一个讲师叫永良 他想了解这些青少年的 过去一年他们做的怎么样 所以在两个月前 他就发了一些 email 一些讯息给我们的一些青少年 毕业学员 来问问他们过去一年 他们做的怎么样 所以他们把这些东西回复我们 所以我 因为我不想改他的字啊 所以我就把这个部分 都完全是抄下来 给大家看 然后第二个 有了自信之后 第二个的那个画面是什么 假牙 假牙 假牙是什么 大家觉得 是我听到了 蛤 我听到了 所以沟通 沟通 是 来给这个 你是一个 赞 是 OK 谢谢你 就是沟通 为什么沟通 叫沟通啊 而不是叫沟通啦 沟通啦 沟其他啦 为什么叫沟通 有沟通 沟通嘛 所以在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沟沟沟沟沟 如果通就通咯 如果沟不通的话 会怎样 有一个故事里面 有个心理学家 他就问学生嘛 他说 为什么人家在吵架的时候啊 那个 越说越大声啊 当人家在吵架的时候啊 会越说越大声啊 沟不通 沟不通 还有呢 因为他就沟通沟不通嘛 为什么越大声啊 沟不通 为什么越大声啊 啊 是 来 是什么 没有 是 还有呢 还有其他的 想法吗 生气 生气 生气就好了 为什么要大声呢 嗯 对方大声我就更大声 为什么呢 这个心理学家 这个教授 他就说嘛 当我们沟通的时候 在沟不通的时候啊 我怕你听不到 所以我就说大声一点 然后对方又觉得我怕你听不到 他又说大声一点 所以在大声的情况下 也就说一大声咯 到后来就拿什么刀啊 一致还丢来丢去的嘛 话说回来 有一对情侣啊 他就在走路的时候啊 就在公园 慢跑的时候 你发觉他们不用讲话 他们牵着手 肩盘 然后往来 往去 然后 看着一下 嗯 点头 这个人就是点头 那好像大家知道 他要讲什么 为什么讲 哈哈 哈哈 因为他们的 两个 他们的心已经连接在一起啊 都不需要任何的语言来沟通了 因为他们心灵 相通 然后有句话什么 心灵 有什么 心灵 心灵 心灵有语气 一点空 是 他已经不用用语言来沟通了 所以沟通真的很重要 在台虚拟年碼 我们可以要我们的孩子 是呃 有两句话可以给大家的 沟通的最高境界 第一句话是 如何说得别人很想你 我们一起来念一篇嘛 一二三 如何说得别人很想听 然后另外一句就是 如何听得别人很想说 所以这个是呃 在在训练里面我们培养孩子的 呃 除了 说之外 最重要的是 听 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就是在 这三个部分 我们要成为 很好的一个聆听者 只有会听的人 才会沟通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要明确的 清楚表达我们的一些讯息 然后第三个就是 在过度的时候要有的一些说服力 这个很重要 就是讲重点 有时候我们在孩子在讲话的时候 你发觉你 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他讲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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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原来他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那一个 所以我们在这个期间要培养孩子 就是在沟通时讲重点 要有更多的说服力 这个是夏生 他现在是在训练的一个学生 他是去年来上课的 呃 在台训里面给他最大的价值 这个是在聆听的部分 还记得他跟我们分享是 呃 每次放学啊 他通常是跟一个朋友走路回家的 每次 这个朋友很会讲话 很喜欢跟他沟通 然后每次讲就跟他讲很多东西 然后 加生呢 他每次在听的时候 不耐防的 他就一听又一反 一听又一反 就很抗拒啊 所以每次走到半路的时候 他的朋友也 也什么 没有兴趣跟他聊了 在上了这个课程之后 他觉得聆听很重要 所以他发挥了聆听的一些技巧 然后再 这次 再跟他朋友走路回家的时候 他多了一些回应 因为聆听有个技巧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反应 当你有反应的时候 对方 听 接受到的时候 他愿意说 反而这次他觉得很不错哦 因为这样的反应 让他跟朋友 有更深一层的一个沟通 到了家里的时候啊 一般上他到了家 他们就分开走了嘛 把这个朋友不要走 就一起进到屋子 也一起来 继续聊 继续聊 反而这个感觉啊 这个经验 让他觉得 原来聆听 原来有这样的一个魔力 然后也让他成为 近年的很多同学选为班长 也让他知道聆听 是成为一个领导人 很重要的一个课子 这个是我们要让 孩子去体验的一个部分 然后 这个是针对青少年嘛 然后今天我也希望 可以把一些东西 带给自己回家 回家去了 比方说 诶 我知道在于孩子 原来自信很重要 原来聆听很重要 这样我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今天我也 来让父母要做的三件事 要做的三件事 我先来分享一件事 看到什么 这个原则是凯逊念过去100年里面 他是从1912年 然后到了1936年 他收集了学员的一些回应 跟一些feedback的之后 整理了一套 针对人际关系的原则 而你们看到的这三个固 是第一条 在人际关系里面 30条里面的第一条 就是这个原则 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这个 第一条做好的话 其他29条里面走 真的 真的 所以第二条原则就是 不批评 不责备 不抱怨 这个是凯逊念 30条里 原则里面的第一条 不批评 不责备 不抱怨 当我讲到知识的时候 有个学生举手 他说 老师 应该加个不 不 不可能 不批评 不责备 不抱怨 不可能 他确实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的天心 是喜欢 批评 只会 抱怨 这个是我们人心的一个天心来的 不要批评它 我们做人的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 一个法定 当我面对一些 呃 期望 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也好 还是做什么 我们很习惯的 就开始会 批评 责备 抱怨 如果要让自己 不批评 不责备 不抱怨 要做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来分享 第二条和第三条 是 呃 有个学员叫做 谢慧琴 他是我们成本班的一个 毕业学员 他对这一条的原则很大的一个 呃 印象很深 很印象很深刻 他说 呃 呃 他就告诉 有一次同学会 他告诉大家嘛 他说 炎父 会不会出孝子 他不知道 有个词嘛 炎父出孝子嘛 对他来讲 炎父 他出不出孝子 他不知道 但是炎父 他会跟着孩子的关系 越来越远 因为在过去的生活里面 他是一个炎父 他要灭过去的我们的一些家庭教育 我们从上两代的就是爷爷爷来 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 所以他觉得 诶 这个就是我爸爸也给我的 这我也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对付孩子吧 因为父母 其实不制造只能做父母 有谁知道的 没有人知道的 我们是通过过程 通过看到别人 我们才学习嘛 所以在过程里面 他 他孩子对他反应是 很冷的 每次他回家的时候 他的妈妈 就是他的老婆 就这样 诶 孩子 帮爸爸做一些东西 帮爸爸拿东西 这个孩子 上楼 灌门 这是他很大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深刻的影响 到后来 他上了课 虽然他也知道这三个不很难做 但是他会尽力去做 现在他跟了孩子的关系 呃 因为他孩子已经 当时是青少年级 所以 基本上是满满满 那个抗拒是满大的 然后现在他孩子已经 经过离开了青少年级 你发觉 我这个体会 大家发觉 我们的帕密奇啊 青少年帕密奇是 无动都不见的 知道吗 大家知道吗 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的帕密奇很自然的 没有表明 因为他那十二十多岁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的整个的态度跟行为 是已经完全成熟了 反而 你看到了他的 判密奇啊 慢慢慢慢的解决了 所以 你发觉 这孩子 中二跟父亲这样 后来他二十多岁了 反而 变成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很多一个例子 提示一下 所以 这个父亲呢 这个贵琴呢 他 当时 他就很像一个感受 反而 他跟他的那个子儿 关系很好 一只儿一看到这个贵琴 就好像生到老人一样 每天的脸是他 他很棒的体会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 一些其他同学 他就严復 出不出孝诊 他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只要我把这个 批天词被包围这个东西 加在我孩子的身上的话 我看到关系 可能会有点距离 所以这个事给大家知道 也给自己一个挑战 现在四点多嘛 给自己一个承诺 在未来的二十四小时 就只到明天 笑了 在明天的这个时候 在这个二十四个小时之内 不要披抵 不要自卑 不要抱怨 大家 可以做到吗 了不了 给自己一个挑战 这个确实很难 为什么我们的训练是 这是一个间隔 甚至是一个礼拜一次 因为这个道理 当下都知道 这个批评、直辈、抱怨 我自己都不喜欢 谁喜欢被直辈、抱怨 没有人喜欢的 连自己都不喜欢 为什么要批评、直辈、抱怨 给自己一个挑战 就从现在到明天为止 忍着 我一个学员 是马六甲的学员 他第一个礼拜来上课 成人的 然后 就这个三个部 给了他之后 下个礼拜 他回来分享的时候 他告诉老师 老师啊 嗯 很奇怪耶 因为我妈妈说 我半夜的时候 说文化 不好意思吧 因为他用了 他要 他要 遵守这个三个部 不批评、不指令、不抱怨 人到半夜的时候 他说文化 是 确实很难 还好是因为 还有二十九条原则 会帮助大家 今天只能给到 给到两条 我相信这两条 会帮助大家 来 去 去代替这个三个部 诶 是代替批饼子被抱怨 因为很多人在讲 诶 真的 有点